好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這個 光碟片你怎麼幫他做備份 因為其實他所謂的這個ISO製作就是把光碟變成一個什麼 大的檔案 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做虛擬 系統的時候有用那個大的硬碟檔案對不對 跟那個概念是一樣的 那你就不用那麼麻煩 還要一定要光碟機 而且他有個好處你不太要光碟磨損 還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速度會比光碟快 因為你在硬碟裡面找嘛 對不對 所以速度比較好 事實上像我們學校那個什麼 圖書館不是有很多的光碟櫃嗎 光碟櫃有時候你們在找資料的時候他是透過光碟櫃去找的 其實有一些事實上就可以變成一個ISO檔這樣去做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 我們在這邊的話 您如果到 這個暫存好 這個檔案管理篇 這裡有兩個是在做這件事情 一個是上面這個 這是針對DVD的部分 DVD 尤其現在DVD還有一個問題是什麼 區碼的問題 請問台灣是哪一區 你如果在那個歐美買的那個DVD 在台灣不見得能夠播 理論上應該不能播 因為我們跟他們區是不一樣 我們好像是第三區還是第五區 就那個邊 所以跨區不能播 那更不用講 要做備份 所以這個 如果萬一你有跨區問題 或者是備份問題直接用這個備份就好了 我先講這個 如果比如說像喬武 請問我去 百次打租的影片 可不可以扣一份錢 你不是要當包租公包租婆 我只是想說我租了但是 要盤了來不及看完有沒有 你想要留下來 這樣當然也是不合法 就是說 你如果說自己的 假設像我剛剛講 我是喬武 那樣的光碟 我有買 我是有訂閱的 可是呢 我希望把它保留完整的 不然小朋友這樣玩一玩 這會壞掉 所以你就可以用這個 這個不用安裝 所以點兩下就好了 這個我昨天把它更新到最新版本 現在執勤了 那他很簡單 你看 就是複製 有沒有發現 因為有的是藍光 對不對 藍光光碟 檔案又更大 大概9G吧 那你若是DVD 就直接 或者你直接做轉檔 做轉檔也可以 他很單純就是有 開啟的畫面就看你要做哪件事情 就這樣而已 很快吧 很單純的 重點是說他不會再問你說那些 就是區碼的問題啦 還是能不能拷貝的問題 不過當然這種軟體還是 建議大家就是用在 該用的地方就好了 你不要亂用這樣子 好 OK 那 再來還有一個一般的 我們剛剛那個主要是針對DVD 對不對 好 但是呢 如果 你是一般的光碟的話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光碟 當然就不適合這個DVD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下面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叫做ISO Workshop 有沒有 像我們剛剛給各位看到的這種 複數的光碟 你就可以把它 像這樣去放 比如說我現在放進來 這個都不用安裝 所以你要備份光碟就相對比較簡單一點 好你進來之後呢 直接執行就好 好雖然沒有中文 不過字都很簡單 像現在這個 光碟已經放進去了 光碟放進去你就直接告訴他 我要做一個什麼 備份有沒有 Copy disk to ISO 也就是說那個檔案會變成點ISO的檔案 點ISO檔案當然你也可以變成BIN 告訴你叫Image 點一下 他就開始問你囉 好我要把這光碟機 複製 複製到哪一個目的地 如果你把它像這個有沒有ISO跟BIN 我就直接告訴他我想要放在哪裡 像我平常都放在這邊 我自己的軟體裡面 好這個是什麼 ACA國際認證 好 那麼好了他就 做 他就開始幫你做了 有沒有發現他就變成一個ISO檔 好那相對的 你會把 檔案 光碟把它變成ISO 或者是這種備份 那 也要有一個 東西就是要把它模擬回來 對不對 對不對 也就是我現在有了這個檔案之後 我是要把 這個檔案把它模擬成什麼 一個 光碟機 對不對 所以我們裡面 還有 另外一個軟體 有沒有看到叫Propable的 免安裝的虛擬光碟機 你只要執勤了 就可以 把ISO檔把它這樣模擬出來 我先給各位看一下 我在這邊 軟體裡面 其實我有很多有沒有 光碟的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就帶著 還有一個光碟帶 這樣帶著 不用 我就帶在電腦裡面就好 就是我比較常用的 我把它這樣放進來 那現在呢 我們就執勤一次給 給你看 我就把它 點兩下 現在你可以很清楚看到我只有一台光碟機 對不對 那 他第一次執勤的時候他問你要 要裝那個Driver 就按是 好 你來這裡 他有一個名詞叫做Mount Mount我們一般中文分做什麼 掛 掛上去的那個意思 在Linux他們那個磁碟機都叫Mount 都叫Mount 掛載 所以我就告訴他 我的磁碟機 在哪邊 那個 檔案是在哪邊 我從這邊找到 軟體好 這裡面 從這裡找好了 軟體 好我現在裡面就有好幾個 比如說我 找這個 那我就按開啟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我多了一台光碟機跑出來 你看有沒有多一個G跑出來 這樣你了解 你喜歡多少來 你們家的事情 只要你電腦要的話 就可以 那相對如果你不想要的 你如果不想要的 就把它怎麼樣 Mount 拿下來就好了 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那這樣我的光碟磨損的機會就少 你這樣保存也比較容易 而且讀取速度也比較快 這樣會的 所以我們就從怎麼製作 到怎麼模擬出來 當然他有一個前提就是 因為他跟光碟機一樣 所以是不能修改 只能讀取 只能讀取而已 這樣OK 這個是我們 之前沒有特別在跟各位提到 那如果你用完了 你直接 Mount後 那就這個光碟機就會 自動消失 有沒有就不見了 所以 上個禮拜 讓大家有多少電腦 這個禮拜當然你有很多的光碟機都可以用 所以 這些 最主要是這些都不用安裝 那對各位來講就比較方便 你沒有太大的困擾 OK 放在這裏